据澳大利亚气象局消息,当地时间18号,澳大利亚昆斯兰州多地洪水水位继续上涨,部分地区发布严重洪水警告,预计今日昆斯兰州远北地区还将持续出现强降雨。 目前昆斯兰州凯恩斯国际机场再度关闭,所有航班均已取消。 澳大利亚昆斯兰州的凯恩斯市是一座拥有15万人的城市,被称为通往大宝间的门户。 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被上周肆虐的加斯坡热带期选的残遇物,造成的大雨所侵袭。 12月18号,昆斯兰州澳大利亚紧急服务部表示,凯恩斯及周边地区也有300人被撤离,并没有造成伤亡。 同一天,昆斯兰州总理斯蒂文·马亚斯说,凯恩斯机场已经关闭,并取消所有的航班。 将于造成大约15000名拥护的电力中断,数百名军警和能源提供着组成的队伍,协助赠灾。 此外,大雨还造成凯恩斯遭受了严重的水危机。 地方会议警告公众节省游水。 地方当局必须克服饮游水,废物处理系统,电力供应和电信问题,并请解封闭的道路。 地方会议警告公众节省游水,废物处理系统。 地方会议警告公众节省游水,废物处理系统,电力供应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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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力供应。